登登 有嗎? Saya 之前Jaguar是這樣嗎? 獅子是這樣嗎? 那鞭馬呢? 蛤? 鞭馬呢? 鞭馬是這樣嗎?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老師推車 最近都在拍 你要賣什麼 阿大你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比較好拍比較好剪啊 隨便拍一拍 弄一弄 十幾萬瀏覽 隨便要出個200集也不是夢 對 買車那麼多 單機作業 當天剪 當天上片 好啦 所以偶爾也是要推一下好不好 雖然我們不是以賣車為目的 我們是以分享為目的 來 今天來到現場 2008年的 2007的GTI 新車百里萬 那它是1.6渦輪增壓的引擎 規格表 這台車當時有1600的自排管 跟1600cc的渦輪的GTI 當時引擎是PSA集團跟B&W共同研發的 接下來帶大家去看一下這台車有什麼好看的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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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它這個外觀 好像沒有之前的 206來的這麼霸氣的感覺 我覺得它整個這樣 砰砰的看起來好像有點娘娘的 不是說娘娘 就是它看起來就是沒有這麼有 紮氣的感覺 然後這個17吋的 好 17吋的鍛造鋁圈 來 我來看一下 這個是205 45 17 然後它後照鏡坐在這個門上面 不是坐在A柱上 後期型有一個全景天窗 再來是前期型的沒有 法國人的浪漫 怎樣浪漫法你知道嗎 就是把這邊塞滿滿的 你看它這個水箱支架跟它的風扇 雖然它有做一個鐵的隔板有沒有 這個鐵的隔板 雖然有隔掉這個風扇跟水箱 可是其實這個對散熱來講 我覺得看起來就不是很理想 包含其實你看 它連這個行車電腦都插在這裡 其實我覺得插在這邊是一個很危險的地方 以前車的行車電腦都會坐在車室內 A柱底下 甚至有的是藏在椅子底下 那個地方感覺起來 比較安全一點 因為畢竟在室內 引擎是心臟嘛 電腦是頭腦嘛 腦汁放在外面 我覺得蠻危險的 潮濕啊 或者是有老鼠啊 有貓啊 弄壞掉弄斷掉 其實我覺得蠻麻煩的 好啦 當初這個引擎有175匹馬力 然後有24.5公斤米的扭力 好不好 這跟大家分享一下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室內 啊大家你知道這叫什麼 這個正確的發音 我跟你分享一下 好不好 擠皮 看小師 長 知識 這叫擠皮 記憶擠 三生擠 那擠皮這個東西 其實擠是一種亞洲的小鹿 所以有人說這個叫鹿皮有沒有 它真的當時是鹿皮的材質 但是因為 數量很少 而且很殘忍對不對 所以呢 到最後 他們都已經有這個人工的擠皮出現 所以你知道 Acantara 你有沒有聽過 歌喉戰 你有沒有看過 就是很多人一起唱歌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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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條關 去找出來 沒有啦 那個是 Acabella 哈哈哈哈 Acantara 是一個製造這個皮革的廠商 日本動力公司 它當時它發明了一種叫 人工合成的擠皮 好 摸起來就很像真的擠皮 但是 它的重量只有真皮的50% 那Acantara 因為這個皮後來變得非常有名 但是造成說它原廠的產能 產量也不足 所以現在你要在新車上面 你要看到Acantara的皮革 其實應該要很高端的車才會 有沒有看到這個原廠的賽車椅 中間也是這個Acantara的這個反皮 很多反皮 做久了會起毛球 然後會掉毛 會脫毛 這個 反而還沒有 我覺得還不錯 你要說 配這兩張椅子很有賽車氣息 但是我覺得這個方向盤太過原廠 盤徑又大 然後握桿也普通 內裝你這樣猛然一看 就很像一台房車而已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往後面看 它這個是三門的車款 有一個小尾翼 據說啦 這個尾翼在時速200的時候 可以提供25公斤的下壓力 它這個保桿跟206的保桿 我覺得很接近 這邊有一個類似這個防撞條的地方 跟倒車雷達 下面有一個小小的下巴 還有兩隻這個 脊腳型 不規則型 是啊 這不規則型的一個 鍍鉤的一個尾管的出口 欸有沒有 地中了你看 氣壓頂桿很GG了 其實大家如果在看中古車的過程當中 你如果看到油壓頂桿壞掉有沒有 都不用太擔心 油壓頂桿一隻 都大概在1000塊左右 甚至以內就買得到了 因為其實台灣有很多廠商 在生產油壓頂桿 你只要長度符合 重量規範符合 其實用副廠裝就好了 所以油壓頂桿不用太煩惱 並不會花你很多的錢 好 再來我看一下後座吧 它這個當時是4個安全氣囊 兩個側邊在這邊 可是你看這邊 後面有辦法坐人嗎 它有ISOFIX喔 其實三門車最麻煩的一點 倒不是說後座坐人 大家擠一擠就算 我坦白說 你要抱小朋友上下車 其實很麻煩 如果小朋友是一個嬰兒的狀態 他還不會自己走出來 其實蠻麻煩的 因為你要彎進去抱小朋友 你要幫他解安全帶什麼 我覺得操作上沒有那麼好操作 它這有一個很好玩的地方 我很喜歡 有沒有 這個我們叫蝴蝶窗 這可以開喔 對啊 蝴蝶窗啊 我先講好處好了 當然它可以通風嘛 要不然以前坐在後座 很容易暈車啊 然後除了通風以外啊 它的壞處就是說 它這個周圍變成什麼 它還要做一圈的膠條 隔音啊 或者是防水啊 好啦 那接下來 我看這個車 路上雖然很少看到 接下來我們請阿呆拍漂亮一點 讓大家看一下它 美妙的身影 然後等一下來開一下說 它到底浪不浪漫 法國文到底浪漫在哪裡 我們開看看 走 欸 不錯耶 你看 有沒有 可以前後上下 我最喜歡這個 因為我會腳 比較短 所以你腳坐後面的時候 手比較短 所以你腳長的時候 有時候會變這樣 所以 你看 不能調整 我開車就變這樣 可是我腳這樣是剛好的啊 那它可以調的話就 欸 有沒有 就來啦 哇 這離合器接點好高喔 你知道什麼叫離合器接點高啦 放開一點才會 對啦 腳要高一點它才會開始動 這個零到一百 一百大概七秒多啦 其實說零到一百七秒多啊 沒什麼 太大的意義 因為現在的車 越做越快了 我覺得現在手排車 你要跟人家嗆說 你零到一百多塊 我覺得沒什麼意義 媽的 因為媽的 換檔太慢了 其實喔 很多開手排車 我相信阿呆你 你如果還沒開過手排車 你也是 上波起步 你如果後面有車 你壓力很大 你看到其實啊 你光 我現在放掉煞車 現在我後面沒有車 煞車放掉其實你有一秒鐘的時間 它才會開始動 所以不用擔心 行程高油門補下去放就好 有沒有 剛剛有沒有退 沒有對不對 其實我開我爸的車 也會緊張 因為它那個 切剝也還是會往後 喔 是喔 那就拉鎖煞車 自排車耶 啊 它那CVT喔 對啊 羊炮的CVT 不是啊 不行不行 現在車都CVT的 現在他媽連Inpressa都是CVT的怎麼辦 我覺得它這個引擎最厲害 是它可以超壓 它如果說喔 當你的這個水溫 到達工作溫度 大概90度以上的話 然後 你在1600轉到5200轉 這個過程當中 你如果油門是緊繃的狀態 它的渦輪可以超壓到 一個把 一般如果以比較小排氣量的車 它們在打大概都是0.6到0.8把 所謂的輕增壓 一個把以上 其實已經算是高增壓了 啊 但是這個農椅是這樣 你一樣嘛 你渦輪如果越大的話 渦輪實質會越明顯 啊 這就是2007年那時候 PSA集團 PSA集團就是標誌雪鐵龍 然後跟BMW一起研發的 一個1.6的渦輪增壓的引擎 那當時BMW是用在那個 R56上面 R56就是MINI 我覺得這個是BMW 渦輪增壓的十足 甚至我可以覺得它是不是有一點 實驗性質你知道嗎 那時候BMW都還沒有開始用渦輪 所以它一開始先放在MINI上面 雙渦流當渦輪的這個引擎 當時BMW在E系列好像還沒有開始用 0708年的時候還沒開始用 所以它是最先放在這個MINI 跟這個207上面 我覺得很像實驗品你知道嗎 如果這個引擎搞臭掉的話 先把MINI搞爛 BMW才不會受影響 那試一試覺得還不錯 修改之後你看 從那時候之後啊 BMW都開始用雙渦流的渦輪引擎 我第一個直覺啦 因為207其實小試在很多年之前 我就有賣過一台 常常會來 有時候會來我們店裡 你們看過 銀色的 對阿 就之前跟我一起拍那個 賈雷亞的那個 賈雷亞那一集連結放上面 賈雷亞那一集就是它幫我拍的 有沒有 所以你看我們的客人還要充當攝影師 我覺得這台車 207的GTI 它當時出來是在取代206的RC 不要說取代 它是在 頂替 來銜接 延續這個206 RC 那我覺得開起來第一個 剛剛講了 離合器高 排檔行程長 然後方向盤其實偏輕 那個206的方向盤比較重 它這個方向機 轉起來會很輕鬆耶 就真的很像 娘拋在開的車 不是啊 適合女孩子在開的車 坦白說 它這個路感 比起之前的205 206 它的路感的明確度 已經比較沒有那麼高了 我現在過來是很刁鑽 它是前賣花城後 多億幣 就是扭力娘 所以它底盤的這個反應 其實是比較Q的 比起這個 先前 我們常 我們在試的那些C2 206 已經比較Q彈 沒有這麼剛硬的那種底盤回饋 跟那麼剛硬的路感 然後啊 董哥就說啊 比如說有沒有 你前面要過彎對不對 然後你退二檔 煞車退二檔 然後要補油 有沒有 退檔煞車補油 是為了說 不要讓你這樣 閒接的那一瞬間 有一個這樣 頓挫 對 正常來講 比如說我現在三檔對不對 那我換二檔轉速升高 有沒有 你會這個頓挫 因為轉速瞬間升高嘛 但是你如果說 煞車退檔 你要補一下油門 再放的話 那個頓挫會不見 有沒有 我現在已經硬二檔喔 再一次喔 你再感受一次喔 我們現在三檔對不對 煞車退檔補油 再放 你不會有那個頓挫對不對 完全不見 對 完全沒有那個頓挫的感覺 但是我一樣 我不補油 我不跟子 我在三檔 我現在推二檔 我不補油 有沒有 那個頓挫會出現 對不對 所以這要跟子幹嘛了吧 但我也不太會 不專業試車好不好 為什麼要跟子 第一個 剛剛那樣很大的頓挫啊 我們在速度低的時候 其實都還好 了不起就是人不舒服 頓一下 坐的人不舒服而已 對不對 可是其實你如果是在速度很快的 三檔四檔的狀況之下 你有可能因為這個一個這樣甩動啊 你的那個引擎腳啊 或你的變速箱腳就斷掉了 所以為什麼很多比賽都要去跟子 其實除了這個速度以外 還有一個是怕這個車子發生狀況 你那個機械頓挫太大 你可能你難保某一個東西被你扯 扯壞掉 08年的207的GTI 這個算前期型 在10年之後有一個後期型的 前期型的207的GTI 你如果說轉速太高換檔 你拉轉拉太高的話 超過紅線區 6500轉 會鎖壓 鎖壓就跟我們之前那個 納智傑S5一樣 對它會鎖起來 因為它保護渦輪 然後你的車就會處於沒有渦輪的狀況 沒有渦輪的狀況 你就要去插電腦 連接電腦 然後去解壓 整個開散度真爽 整個開散度真爽 我跟你講阿達 上次我們在這個彎 50公里那個Rapy 是不是就GEEGEE了 我剛剛看到60 這個就是這個彎道極限的差異性 那一般這一代的207 比較常有的通病 冷氣不夠冷 那大部分它壞掉的是一個 有一個叫冷媒控制器的東西 冷媒調節法 大概市價換起來應該一兩千塊左右吧 這個引擎 它還存在了一個年紀到了 你跑大概十幾萬公里以上 會吃機油 預計你跑12萬到15萬公里 一定會發生吃機油的狀況 因為當時這個年代 他們還有流行這種環保期的東西 包含氣門油風 所有的油風電片 老化吃機油 然後再來一個 依照我的經驗 這一款車 引擎室內的油風 包含氣門 換掉大概要三四萬塊 所以呢 如果是想要買這個車的觀眾朋友 一定要把這個計算下去 那這一款207啊 我不要講GTI 之前我也是賣過幾 GTI我覺得反而 比它當時的那個 1600自排的問題還要少 Pojo之前最容易發生的問題 變速箱 變速箱電腦 這個我都吃過虧 不要說吃虧啦 就是有修過啦 而且它修起來不便宜喔 你光一個變速箱電腦 修起來可能要兩萬塊左右 那再來一個就是 其實當時207 GTI 它賣的並沒有那麼好 所以就會變成說 我之前常常跟大家分享 這種車大概在社團裡面 大概就是交易就交易掉了 流出來也有 但是你要遇到說 像今天這台一樣 完全是沒有改裝 原汁原味的狀況 又更難找了 所以大家都知道 我一直以來 我都不喜歡買 有什麼重度改裝 跟我講 渦輪加大到幾號 刷幾接刷幾接 喔對其實這個207 GTI也可以去刷喔 刷一接好像是205P 可是你當然你除了改晶片以外 你的煞車 你的底盤 你的輪胎等等 都要跟著升級 要不然會很危險 你會殺不住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不要一昧追求馬力大 馬力大只是出去好聽而已 它這邊一個左右是 就是調整這個電動晶片的嘛 有沒有 調到中間 你調左的話 是調左邊晶片洞嘛 有沒有 調到右的話 就是右邊晶片洞嘛 我覺得這個超微妙的 這很難調 這有點調 幹誰會按那麼準啊 做一個開關會死喔 大國人的浪漫 然後再來一個 我們看到這邊 有它的定速 速度可以加減 它這個大小聲在這裡喔 是它後面有一個大聲跟小聲 它藏在後面 然後這邊這樣按就是 選台嘛 以前那個206啊 這個棒子都很會壞 方向燈雨刷 這個叫做多工 雨刷方向燈的調整器啊 然後到很後期啊 幾乎都缺貨 很難買 所以車其實有時候是這樣喔 你數量越少 然後越舊 再加上如果 原廠不給力 所以很多零件都會缺料 造成你在照顧上的困擾 然後當時它這個音響是藍點 藍點 Blue Pump 這以前喔 也是一個歐洲很屌的牌子 以前的福斯啊 VAG的車系啊 或者是歐洲車都用藍點音響 有沒有看到 五片裝換片箱 有夠浪費空間 不過剛好 因為它有這個 可以讓你換一個螢幕 以前我們在那個 老屁股時代 玩音響最屌的幾個品 那個阿努拼最常講 Blue Pump 藍點音響 Markintosh Pioneer 拍小孩 可是後面越後期 就是慢慢大家對音響沒有那麼熱衷了 大部分現在新車出來 音響越做越好 像以前我們覺得那個 Markintosh真的很屌 還有歌樂的那種亞巴機 亞巴機就是主機它本身 它沒有出力的 它推不動喇叭 它只提供訊號 所以你要用裝這台主機 你一定要再搭配一台擴大機 然後這個主機呢 把這個最純淨的聲音 最完美的訊號傳送給擴大機 藉由擴大機 再推送出到各個喇叭局 所以頂級的機子 它只負責出訊號而已 它不出力的 就跟那個 怡紅苑如菸一樣 賣笑不賣聲 你知道嗎 它不出力的 亞巴機就是這個意思 然後這個還有出一個這個 這應該是放卡的吧 你知道為什麼 我會懷疑嗎 以前藍點 有一組汽車音響是要ID卡的 你要把那個ID卡插進去 這個音響才有用 所以我剛剛在懷疑說 這個到底是在放卡的卡槽 還是密碼卡的 屌了吧 密碼卡 不知道了吧 你把車偷走了 沒有密碼卡 沒辦法聽音響 更早的音響有提把 你把提把 在上面有個提把 搬下來 這整個就會退出來 然後你就抽出來 把它帶走 把它帶回家 帶回家要幹嘛 怕被偷啊 帶回家聽喔 後來進化成面板 你按一個按鈕它退下來 你可以把薄薄的一塊面板 帶回家 那你幹走主機沒有面板 你就不能聽 你看以前媽的社會多黑暗 連影響都有人要偷 以前我們在這一行 哇學長買了一台 那個車回來 然後車上有改阿入聘的 我說學長學長拍謝 你買那台車那個阿入聘的啊 可不可以賣給我 有的學長褲子也比較好 我說沒關係你拆走啊 你再幫我裝一台回去就好了 哇好高興喔 所以通常中古車上 看到好料就拆走了 知道了吧 看小師長姿勢好不好 今天媽又跟你們講了 很多老屁股的姿勢 這台車這個按鍵算很漂亮 它這個按鍵有一個通病 就是你按到最後有沒有 都會變白色的 好這個是這台車通病之一 這一台車我覺得內裝照顧得算不錯 唯一一個就是我覺得 它那個你看 有點黏黏的 不漂亮 你看我手指這樣刮一下 白白就跑出來了 有沒有 這有點脫膠 這不要再弄它 這越弄越慘 好不好 沒事不要摸它 不過這個車齁 我覺得跟206比起來 它的設計跟它的用料 造成說其實它車室內的這個 共振的這個聲音比較少 其實以前206大家會發現 你看到後面其實車內的異想有點多 那其實這個也不能完全是歸咎於在用料的部分 因為有時候年紀大了嘛 那難免裡面拆拆裝裝 對不對 修車弄很多東西 那有可能你叫到不會拆裝的人 或是不常拆這些歐洲車的人 去修你的車的時候 他可能把你腳弄笨 你要不要告訴我 然後就想辦法把你拼回去 然後你之後你越修 你的車就詐音越多 所以有時候啊 你要懂得找到會修的人 你如果找錯人修 我跟你講 你要花三倍的錢 你都救不回來 那我覺得現在很棒 就是網路資訊很發達 大家可以上網去找一些 而且真的是有蠻多這種專修的一些車廠 然後像這種法國車我覺得 我們一直在講法國人浪漫 其實我覺得它有一點傲嬌 有一點龜毛 有點龜毛就是鳥毛很多 有一台307我印象很深刻 我去修理廠 我那時候我找到錯的修理廠 你知道嗎 每次去一間修理廠 這個維修或是保養完出來 開沒多久引擎燈就亮了 然後引擎燈亮了 哇奇怪了 然後開開開開開 然後又回修理廠 又媽又換了個卡尾 換了個東西回來 引擎燈沒亮了對不對 開幾天引擎燈又亮 後來就這樣子了好幾次 那應援巧合之下 我認識了一間專修標誌的保修廠 他說 聽你這個狀況 你是不是都加92的 我說怎麼可能 我自己加油 最少我們自己 我最少要加95的 後來我就打電話去問原本的修理廠 果然 每一次我引擎燈亮 回去它那邊檢修的時候 它檢修完了 然後它發現車沒油對不對 它繼續加了 92汽油 所以 後來 那個 專修法國車的朋友 就跟我說 你以後都加98的就好 之後 改回98了之後 引擎燈再也沒有亮過了 然後我前面 進出三四次 花了好多錢 一下子休止出什麼暴震 一下子換了卡爾 一下子換了火星塞 一下子換了什麼線圈 有的沒有的 換了一大堆 結果他媽的 從頭到尾 都是汽油加92的問題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車有多焦貴 這是一隻焦貴的小獅子好不好 它連你油加不對 它都受不了 不喝喝 不喝 我跟你講 以前喔 當我們開到這個雪鐵龍 標誌的車 會覺得它底盤 做得非常的莫名其妙 它竟然可以做到說 讓動態當中 然後讓你覺得 它的循跡性非常的好 但是呢 它又不會去 太過於去影響到你的行車舒適性 它那個是一種很Smooth的這種 底盤的Q彈的感覺 那的確在這台207上面 我覺得如果大家有開過 或是有機會開過標誌的車 你可以特別的去感受一下它的底盤 因為它這種底盤的這種Smooth的這種感覺 又跟那種BMW的那種回饋感 又是不一樣 基本上 你說要快 我覺得有限 現在車真的都蠻快的 但是這一種 法國的這種浪漫情懷的底盤 的確是可以讓你去 再三的體會跟回味 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這個底盤跟你的這種對話 你知道嗎 它不斷地在告訴你說 我還沒有到極限 那當你試過以後 你一定會明白 我在表達的這個感受是什麼 這個會有別於 普遍的這些日系的車款 蘇巴路也好 HONDA也好 不管 但是我覺得 他們的確在底盤的這個 結構的設計上面 會帶給一般的消費者 非常非常特殊不一樣的感受 這也是為什麼這一個集團 它到最後 它目前好像是已經名列世界第四大的一個集團 大家都覺得說它問題很多 它很難照顧 或是它怎麼樣 甚至在網路上 我相信這個劣評比優評還來得多得多 但是為什麼它還是能夠一直屹立不搖的原因 當你開到 開一次 不管任何 它的任何車型 之後 你就可以明白 他們在底盤上面下的苦心是什麼 尤其 因為法國山路多 有沒有 有沒有看過那個黑型 中級沙鎮 他們一開始要載個客人 然後再跑山路有沒有 法國其實很多這種山路 而且法國的道路 有時候他們山路也是很小一條 而且其實道路狀況品質也是蠻差的 所以說他們在對於底盤上面的鑽研 我覺得是非常的突出的 你要說它的引擎多會跑 你要說它的這個變速箱如何 如何強大 什麼地方如何強大 我覺得那個都是其次 那2008年的這個 207的GTI 因為數量非常稀少 照我剛剛講 又很多都在社團當中 都買賣掉了 社團交易 市面交易的價格 大約會是在30萬到40萬之間 這台車是我在法拍場看到 然後A級的車況 然後內裝保持得很好 那重點是在它的那個 有一些比較不好的一些評語 比如說漏油有沒有 哪裡有漏油啦 或者是他們會寫出一些缺點嘛 哪裡有漏油等等 我看這台車都沒有被寫 我是無意看到的 就是我剛好在拍賣場 線上拍賣我在研究的時候 無意之間看到它 然後沒想到 竟然沒有被寫太多的差評 什麼漏油 方向機漏油的那一漏油 都沒有被勾 那我就覺得說 那這台車應該 理應是照顧得不錯 然後我照片看起來 又沒有什麼改裝品 一看就對我的胃 我坦白說 如果這台車是 我們要賣的車子 比如說一些什麼 Artist V20 什麼Corpus 我就會非常在意市場行情 因為我一買高我就賣不掉了 那但是對於這種情懷車來說 我不太在意它的行情 只要第一個我覺得合理 覺得它值這個價 第二個我有這個錢 那我就把它買回來 因為這個心態不一樣嘛 做生意的心態 跟收藏玩一玩 再賣掉的那個心態不一樣 那大概的通病 剛剛也都跟大家分享過 我去明察暗訪 其實我也有潛伏在社團裡面 然後發現其實這個車 它的問題相較於這個206 因為206已經老了 它問題並沒有這麼多了 有興趣的可以買回來玩一下 當然它這個玩的成本 我覺得要比起一些 真正的比如說 現在最流行的那些Golf 比如說Impressor 基本上我覺得玩起來的 花費不會那麼高 而且這一台車坦白說 開起來的均衡感又很夠 其實基本上我覺得它的渦輪磁質 已經調教得非常的小了 因為它利用這個雙渦流的技術 然後去補正了這個渦輪磁質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一台車 認真講起來 它的離合器很輕腳 而且開起來不會讓你覺得說 我是一台渦輪車的感覺 我覺得它的調教已經 非常接近現在的渦輪車了 因為幾乎沒有渦輪磁質的感覺 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到家了到家了下班了 那喜歡的影片記得 訂閱分享留言 開啟小鈴鐺 鼓勵我們做更多的影片好不好 流量不好下次又不推車了啦 以後你們都只能看到 孤車EP30 EP30 EP50 EP80 我以後都拍孤車 你要賣多少就好了 但是你要賣多少也比較好險 對不對 出一機就好了 我們要拍個這個要出三機 電腦又跑不動 三條進去然後對音軌又跑不動 所以喔 流量不好我們就 以後就你要賣多少 從頭拍到回家 下次見啦 掰掰 屍王 就好 奇妙 解決 成功 集中 公司 集中 I'm never gonna drop it, gonna take it, take it, take it go the top I'm gonna make it hot Gonna make it till it drops Never gonna make it up Gonna take it to the top Gonna make it Never gonna fake it Gonna make it Never gonna fake it We gonna take it, gonna TK it, gonna 詞曲 李宗盛 I'm gonna take it to the top I'm gonna make it to the top We're gonna make it to the top We're gonna bring our hands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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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出門4個車 客人整大堆 我們要出門拍攝就跟女人要出門前要化妝一樣 衣服丟了滿床上是一二十件 然後一件一件問你說哪一件比較好看 但這時候要怎麼辦 每一件都好看 你穿什麼都好看 沒誠意 我跟你講 身為一個專業的另一半 你絕對不能說每一件都好 要說什麼 不穿最好 因為他覺得你沒有回答到 你要賭賭看 譬如說他換十件 你要賭其中一件說這件不行 這樣他才會覺得你的建議是有說服力的 你實在很脆的力 你每個都說 我覺得你穿什麼好看 人家聽不懂這是謊言嗎 對啊 但你要記得好不好 你一定要挑出一兩件是不好看的 不然會被說沒誠意 根本沒有用心 我跟你講 好死不死 你說不好看的那一兩件 就是他最喜歡的那一兩件 我告訴你 人生真難